好 各位觀眾您好 今天新聞特報要為您帶來的關心的主題 就是我們每個月都有網紅在出事在出包 尤其有那麼一個人 幾乎從今年初到目前為止 時不時就會出現在媒體版面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網紅Toys 他因為觸犯事件跟另外一個網紅雪碧 他們兩個人先是在網路互槓 其中Toys他其實是力挺超哥的 於是他就大酸Toys 嘴巴那麼臭這麼酸 你被打只是剛好而已 但Toys他這個人其實相當的火爆 他不甘示弱 當晚就開直播回嗆 用台語回嗆對方這個不雅字眼 甚至要對方就好好滾回去 服侍你的乾爹就好了 這番言論讓雪碧忍無可忍 在一月底是氣得暗鈴提告毀謗 以及這個侮辱罪 那麼即便當天Toys他就是開直播道歉 他表示說其實他因為是香港人 對於台語其實是不熟悉的情況 所以他不知道他講出來的這個字 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他說所謂的這個乾爹 其實就是這個雪碧的粉絲而已 但聽起來都只是在狡辯 所以雪碧他就是揚言要告到底 那其實在這之間 Toys他其實也因為二零二零 年的販毒事件二神也定驗了 所以在雪碧在四月二十九號出庭 偵查庭的時候 表示說這個司法其實是相當公正的 更私下透露說 他其實都有跟一些網 跟一些有跟他道歉的網友 有達成和解二零二四年 真的是幾乎怎麼每個月都有網紅出事 說每個月可能是好聽一點 幾乎是每週都有網紅在出事 登上媒體版面 像是跟在Toys後面的就是另外一位 以這個敢說敢向文明的這個網紅 陳怡 他就是在這個自家 才剛走出自家門口 不到五十公尺的地方 就被扼殺攻擊 他的臉部耳朵都有擦錯傷 當天下午他也是在議員陪同之下 開記者會來哭哭來譴責暴力 跟在他後面的就是這個玩鬼玩到火的 這個直播主 晚安小吉跟他的跟班阿鬧 他們兩個人是闖柬埔寨開假直播 說他們被這個詐騙集團綁架 他們開直播就是說 他們被綁架了 他們拼死拼活逃出了這個 這個詐騙園區裡面 是直接被踢爆 是在造假惹火當地法律 被判兩年有期徒刑 也是讓台灣丟臉丟到國外 那麼接下來還有這三位網紅 放一起這個雷拉 皮塔哥哥還有Joman 他們都是因為持有大麻 大才法律紅線 接下來大家比較印象的 比較最近的就是這個七寶媽 Sydney還有統神 他們兩個人放在一起講 因為他們兩個人都在網路上 發表一些爭議言論而遭到言上 像七寶媽他就是歧視資源班 以及過去餵小孩吃生鹿肉 或者是他懷孕的時候 還去爬山等等一些這樣爭議 那統神他只是在開直播 評論黃紫礁的時事的時候 是直接講出了一些不能說出來的事情 都遭到言上 那他們兩個人都因為這個 試驗風波丟了代言 那不只丟了代言呢 統神我們知道他是玩遊戲 開直播起家的嘛 於是呢 他的這個頻道也被YouTube 這個Google是直接被永久的停權 永久的刪除了 他現在是連錢都不能賺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探討說 網紅 網紅到底在紅什麼啊 網紅這個新興職業呢 我們一般的印象來說 好像大概都從2019年爆發疫情之後呢 才開始興起的 但其實從大概十六年前開始有網路之後呢 以及個人的這個影音平台之後呢 網紅就是逐漸人在這個復甦當中 那在這個全球產業都衰退了之後呢 只有網紅的收益是逆勢看漲的喔 所以呢給觀眾的一些印象 大概就是他們名利雙收 還有擁有話語權跟權利 但是也隨著這個進來這個當網紅的門檻越來越低 有不少人他們其實呢就想說 要怎麼樣可以抓到眼球 於是就會用一些比較炫富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有這個爭議性的話題來當作他們的題材 那麼通常呢都會來當來被這個網路來沿上喔 那麼其實呢這個網路網紅的這個沒有下線化呢 其實呢也造成一些偶像崇拜的情節 跨國社交公司的研究呢就表示說呢 在美國有三層次的兒少認為網紅是首要的榜樣 甚至是贏過的一些運動員啦演員音樂人 這些比較實質作品我們看得到的一些有成就的人喔 那麼在進一步調查甚至有三分之一的兒少 未來的第一志願不是要當記者 不是要當總統啊當消防員 他們就是要當網紅 那最後呢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呢 很多網紅在惹出爭議之後呢 雖然第一時間呢是會來道歉 但是之後呢可能又像梅士一般呢 繼續開直播拍影片爽傳懂念或是流量 彷彿這些道歉只是為了給觀眾一個交代而已喔 而網路呢其實也帶來這個道德跟價值觀的挑戰 也讓觀眾的口味呢從小辣演變成大辣 但其實這個網紅亂象其實全世界都有 不是只有局限在台灣而已喔 只是歐美國家這些先進的國家 其實已經早就已經看到這個問題 並且著手規劃要將影音納入治理 像是英美歐盟啊都已經立法要對網路平台 負起相關的法律責任 我們的亞洲國家呢新加坡呢 他其實在2016年受到了網紅對社會的影響力 於是呢也對他們的言行跟代言呢 有相關的一些倫理行政之影 只回到我們台灣呢 對網路的言論其實是無法可管的喔 我們都可以感受到政府呢 其實一直在迴避對數位平台還有網紅的治理 但隨著這個網路的這個經濟流行呢 其實是越來越流行的喔 其實是明顯是不成比例的現象喔 於是呢就有專家學者說 若是繼續在放任這個網紅無下限呢 難保社會未來不會集體弱智化 那其實就在現在呢我們網紅的這個 開山鼻祖之一 貴婦奈內內呢 他的岳父岳母 現在呢其實也在北檢來應訊喔